上次我们是个死胖子去吃大唐 吃到大唐岛了 今天我们不坑自己人 我们去吃 他那是什么翻译 我不知道 欢迎哈比马哥 我们今天来到了 Kingsway 虽然不是在Burnaby 也是在Burnaby的交界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烤肉 我们今天点的是Combo A 所谓的Combo A是什么鬼 他Combo一上来 我觉得好大盘肉 我看到waiter拿过来的时候 也是有点手抖 分量蛮多的 有松板肉 虽然他切的好不像 牛肉跟鸡肉 它是那种蜜质酱的 腌制的鸡肉跟猪肉 还有牛肉都各有 然后还有一个牛小骨 就牛仔骨的那一块 叫什么Short Rib 就是便宜的肉类 但是腌制的酱 然后让它软化 然后比较嫩 然后比较香 它下的糖蛮多的 所以它烤盘很容易烤焦 对 你说到那个烤盘 我记起它那个烤盘 不是凹进去的 是突出来的 我觉得酱烟的还是不错的 烤盘还是不错 不会太甜 不过我唯一欠缺 我觉得就是它松板肉的话 要是有点盐就好了 我觉得好淡的味道 我觉得唯一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Benson把肉烤焦了 主要大家都顾着聊天 忘了看肉了你知道吗 对啊 你看你负责煮的嘛 Chef Ben 到最后你都顾着聊天 还是我放的排骨下去 它的泡菜太新了 我喜欢比较泡的久一点的菜 有蝴蝶小菜吧 它有土豆 豆芽 泡菜 还有一个很香泡菜的东西 我不知道叫什么 那个豆腐汤 我记得马哥说像吃泡面面一样 你还点了一个猪脚 猪脚看图片的时候觉得好棒 但是上来之后我有点失望 其实我以为是德国猪脚 我以为是万年猪脚 它可能是切太早了 还是什么提前切好的 中间那一块我觉得好干 它又没什么味道 可能没入味吧 不过那袋子你们觉得怎么样 袋子还可以 不过有一点点咸 袋子它那上面菜单写的是Drumble 真的好Drumble 照我想象中是比较大 那么大的我以为是 对啊 我怎么玩的东西 它四份你知道吗 对啊 它是两个对半啊 对啊 它是两个对半 好薄啊 然后切的 那你觉得价格怎么样 价格还算合理啊 按烤肉来说 不过我觉得 牛角会划算一点 牛角吃的少一点 但是味道上 我可能也会喜欢牛角的 蛮适合聚餐的一家店 我觉得 对 但我看的隔壁桌 好像是蛮长的一张桌子的 你在看隔壁桌的那个美女是吧 没有隔壁桌那个一家大小嘛 有女的吧其实 不是 你看出来他隔壁的那个男的 没有就是一家大小八个 九个人那么长的桌子 却只有一个烤盘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店应该是适合四个人一起吃饭的一家 就聚餐店吧 它是分开的桌子嘛 我说他们那个专门只是一个桌子 他们只有一个烤盘 你没看到吗 没看到 没看到 好吧 多人的话还是不太考虑这家店 比较好 石头剪刀铺 剪 现在我想吃 来Chefband我跟你 Chefband我跟你再来一程 石头剪刀铺 Chefband输了 吃不就吃呗 我爱吃 我平时不怎么喜欢吃洋葱 不过这个洋葱还可以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去吃icefband咯 拜拜